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我们《海边队谈特辑》的最后一期了 也是我们在阿纳亚戏剧集的现场 和后鸟三百的艺术家们 聊天聊地聊创作的最后一期 那本期和我们一起聊天的 是不断向世界发问 在后鸟三百用一个开放的戏剧剧本 和我们讨论了女性生育话题的 再问团队的成员之一 莫 那这一次的后鸟三百呢 莫和他的再问团队 带来的是一个戏剧作品 但其实也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戏剧作品了 他的名字特别的打动我 叫做维伦多夫·维纳斯 如果你对于艺术史相对了解一些的话 也许你听到这个名字会马上想到 一件来自旧世纪时代的雕塑作品 你可以在show notes里找到 维伦多夫·维纳斯这个雕塑作品的图片 那在名字当中出现的维伦多夫 其实是奥地利的一个地方 也是这个雕塑被发现的地方 而维纳斯呢 其实就是一种对女性的代称 或者说这个名字背后 其实寄托了人们对于 女性理想形象的一种想象和描绘吧 那维伦多夫·维纳斯 这件原雕作品 它大约创作于公元前的 两万五千年到两万年之间 虽然它的整体的高度 或者说它的整体大小 并没有非常的惊人 它只高十一厘米 但是每次看到这件作品 都会让人在它的面前 久久地凝视它 也会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吧 因为首先从造型上来看 这件雕塑作品 整体表现非常的与众不同 它和我们想象当中的那种 展现人物形象的雕塑 很不一样 它是一个展现女性身体的雕塑 但是它并没有重视表现 这个女性它的面部是什么样 而着重地表现了 女性的身体特征 雕刻得非常的细致 这个女性 她有着优美的卷发 而且更重要的是 她有着丰满的乳房 硕大的臀部 以及柔软的腹部 这是一个十分健壮的 而且能够繁育后代 生儿育女的母亲的形象 所以整个作品 会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 就是这个夸张的女性形象特征 这当然和早期的这种 旧时期时代的生殖崇拜 有着密切的关系 同时也说明了 在当时的社会发展阶段当中 女性具备生育能力的女性 在部落或群组当中 其实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而这部作品 用维伦多夫维纳斯 作为自己的名字 我觉得它背后一定有更多的深意 或者说创作者本身想要表达更多的 关于女性 关于身体 关于生育的一些问题吧 那我看到了后面关于这部剧作的介绍 又觉得非常的引起我的共鸣吧 它是这样说的 它说 此剧献给已经当了妈妈 准备当妈妈 想当妈妈 不想当妈妈 所有生育问题所困扰的女性和男性 我们已经无法摆脱机器型 被巨大的社会齿轮推动着 每一个人都被卷入其中 孩子本应是生命的光 应该无用物虑生长 是生命的自由与希望 可我却无法给孩子一个自由 浪漫 单纯 健康 无拘无束的生存环境 无法逃脱这机器的齿轮 那么 我又为何要孕育一个机器 其实他提的最后这个问题 最后一句话 就完完全全戳中了 我此刻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 如果我已经成为了一个机器 或者我已经在被一个巨大的机器 裹挟其中的话 那我还要不要孕育一个新的生命 让它继续成为一个机器呢 我为何要孕育一个机器呢 带着这样的一些好奇 一些疑问 我和莫就展开了下面这一段 非常有趣的 设计的范围也非常广泛的对话 我们先让嘉宾跟大家做一下 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莫 然后我们团队叫做再问 莫和他的这个再问的团队 这次来这个候鸟三百 带来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 应该叫什么呢 艺术作品 或者说你会把它称之为是一个戏剧作品吗 还是说它是一个 不算吧 我们希望就是叫它开放剧本 开放剧本 因为我当时在看这个作品的介绍的时候 首先非常吸引我的就是这个 你们这个作品的名字 因为它让人第一感觉就想起了那个非常著名的 被挖出来的那个旧时期时代的一个文物 莫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叫 维伦多夫的维纳斯 我特别好奇就是为什么会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是它跟我们都特别熟悉的那个世界知名的文物 有什么关系吗 就是它 就是我们起这个 就是它这个名字 是因为我第一次知道这个雕像 是我闺蜜告诉我的 她说她当时刚刚生完孩子 然后她有一点产后抑郁 然后她当时在琢磨一个戏剧的作品 她想做一个跟生育相关的剧本 然后她就给我讲说 这个是个怎么回事 然后这是一个什么雕塑 然后给我看这个图片等等 然后我们就在探讨 说这个女性的产后抑郁究竟来自于什么 她说是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 应该是动物性的本能 就是在野外 这个母兽在护小兽的这个时候 她刚生完孩子 她可能比较虚弱 然后体力也不是很好 各方面机能也没有恢复 小崽子又是一个需要保护的状态 你看小猫刚生完孩子 那个母猫也是那种很凶的那种 然后野外的环境又很复杂 所以她必然会产生很多的焦虑 敏感 多疑 然后加上睡眠不足等等的动物性 这个肯定是她最基础的原因 然后这个雕塑又是一个那种很原始的 然后就是让你有很强的大地的那种感受的这样的一个雕塑 我们觉得它跟动物性的这种融合原始性 就是我们说很多东西我们去追缘的话 发现它还是动物本性或者说自然本性的天性带出来的 并不是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单纯的社会价值等等 但源于一个身体里面的某种机能 所以当时这是我们第一次拿到这个名字 和看到这个的感受和这个话题 所以我们就一直延续着这个讨论 而那个形象又是一个抽象的母体 那它能够有非常多种的话题延续 这是最初选择这个名字的原因 那我觉得可能大家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就像你说的会 很多人都提到说看到它的时候 一开始可能有一点觉得跟我们想象当中的 因为它叫什么维纳斯 然后大家就觉得维纳斯应该是我们想象中 对特别有曲线美 然后很有那个女性的那种魅力的感觉 但是这个大家看到这个非常原始的雕像的时候 就好像给大家一种很强烈的冲击感 但同时就是如果你仔细的去看这个雕塑作品 它的那个非常丰满的身体 包括那个特别 原始的美感 对那种隆起的那个腹部 就会让人感觉到那个 就好像是人类最原始的那种生命力的那个感觉 就还挺感动的 对 包括后来还有人就是解读说 就是我们对于维纳斯的这个 就是把它作为了一种女性形象的代表 其实也在经历一个变化 可能最早就是像这个作品诞生的那个年代 大家对于女性的 更多可能就比如说生殖崇拜这些东西在 那个时候女性她 大家把她的地位看得是非常高的 她在可能部落当中处于一个 很受尊敬 很受爱戴的地位 但是随着比如说后来工业革命也好 或者时代发展也好 女性的这个同样是作为生育的这么一个主体 她的地位发生了可以说是颠覆性的改变吧 那你们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 是想比如说延续这个雕塑 她原本想要表达的这种对于女性 生育的一种赞美 还是说比如说放在了当下的这个时代当中 想要更多的去探讨 对于女性这个生育主体性的剥夺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更复杂的社会议题 你们是以哪一个视角去解读这个 其实是不同阶段的 刚刚构思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刚才说起这个名字 就是那个最早的时候 我们仅仅是关注到了焦虑这件事情 就是生育过后女性的情绪 就是这个情绪 我们认为她应该被尊重 但是不是那种刻板印象的那种 就是我需要忍让你呀 我需要像一个小公主一样呵护你呀 宠爱你呀 我觉得那都是一些很表面的 或者说你并不知道她其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知道 根本原因是什么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关心到这个问题 当时是想探讨这个 那后来呢 就变成了就是慢慢 就变成了一个我自我的体温 那个时候就更偏自我的 我还是个单身 然后我周边的人都生了孩子 然后我又看到他们在变化 就当时我有种特别强烈的孤独感 我本来是一个很享受孤独的人 我没有觉得会有那种孤独的时候 但是突然就一瞬 我感觉我身边的朋友都结了婚 有了娃 然后感觉就跟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群体了 当然我们还是会在一起玩 但是就是感觉不一样了 我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我也并不觉得它有什么问题 但我就想知道那个困惑是什么 所以我当时有一个提问 就是这个提问是 比如我 我是那种从小就很喜欢孩子的人 然后对 我从小就很幻想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然后我有一个弟弟比我小十几岁 我很喜欢照顾他的那个过程 我是那种天然感 有很有母性的那种人 但是呢 我在日常生活中又是很独很独的人 就是一个人吃火锅 一个人吃烧烤 一个人旅行 就是那样 对对对 完全都OK 那样的一个人 然后也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那种所谓大家的那种特立独行的那种 大家就觉得可能 我跟母亲这个角色 有或者说不化等号 然后跟家庭这个也不太化等号 所以就会有一种社会标签给你 但我又很抗拒这个标签 我就是觉得我还挺想当一个母亲的 但是我随着你的阅历 随着你的社会经历越来越丰富 你也会思考我如何当一个母亲 我能给我的孩子什么 我要如何教育他 甚至有了孩子以后 我要如何生活 你会想得越来越多 你不再是小的时候那个单纯的 我只想当一个妈妈的那个 然后越来越复杂的时候 你就会左右摇摆 这个摇摆一个是生理性的 我觉得那种想要一个孩子 可能是生理性的 是动物本性的 然后另一方面是偏理智的 你会在这两者之间左右的摇摆 那你说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其实都没有什么对错 对吧 这种纠结在当时非常的强烈 而这种纠结给我带来了很强的孤独感 然后我就开始构思这个戏 构思的时候 就是觉得可探讨的太多了 对 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 对 就是因为可探讨的太多了 没有办法把它做成一个具体的 至少我没有能力把它做成一个特别有具体的剧情 然后有发展 有怎么样的 那我就延续了我们之前做一些小作品的方式 就是用提问的方式 就是这个剧本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 很多的提问 我们都用提问的方式提出来 至于说有没有答案 剧本里面可能也我还是注入了一些我自己的观念在里面 或者你的思考在里面 对 那可能是我的答案 但是我的答案同样也是用了提问的方式 希望大家来从不同的自我角度来思考 那后来就是这个是这个剧本比较妙的 刚才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也聊过 就在做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就真的怀了一个孩子 意外的 我在这个做这个剧本之前没多久 我跟我的爱人是属于在网上读剧本认识的 然后我们 那也是很也是因为戏剧的一份很传奇的缘分 非常的妙 然后我们就一起琢磨这个剧本 然后我就很意外的有了孩子 我爱人说是因为老天爷觉得你这个剧本做得太肤浅了 让你做一个 生一个孩子感受一下 让你有彻底的这个深刻体会 对 然后我就真的怀了一个孩子 然后怀完这个孩子 在生这个孩子之后 其实又不一样 虽然剧本我只做了一些微微的改动 没有做太多的改动 但是整个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或者说我的提问又变得不一样 跟前两个阶段你所面临的困惑 或者你得到了一些答案 前面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答 但是后面的问题又继续了 又产生了新的问题 对 所以人生就是不停的需要提问 不停的需要答案 那我们就是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 只不过我觉得 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 还有提问的可能性 这种会让人活起来更有意思 如果说别人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 然后你就照他去执行了 好像就觉得 你好像在按照别人的剧本 在生活一样的感觉 对 所以我们在这个剧本里面 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女性是不是要按别人的剧本来生活 所以这就是这个剧本三个阶段 我们我自己有的一个三个变化 先从一个旁观者 然后从一个自身 然后得到答案了以后 然后又从一个沉浸式的 这样的一个方面 感觉这个是一个剧本创作最理想 或者说最完美的一个状态的感觉 就是你从一开始发问 然后你变成了一个 用自己的身体去探求答案的人 然后等到你完成了这个过程之后 又能抽离出来 再从一个更可能 也许比之前更进阶一点的维度 去重新思考这个问题 对 我觉得每个人的创作方式不一样 我好像一直都是那种 靠自我感知 或者说靠自己的身体去 就彻底投入进去的那种 是吗 嗯 差不多吧 就是 嗯 我喜欢那种强感受的东西 有一点怕 嗯 比如设定一个观点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东西放在那 然后你再去创作 那个对我来说有点难 嗯 我不太具备那个能力 我就是从自身的处罚会有一点感觉 嗯 但这种一般可能会更引起 就是观看你的作品的人的共鸣 因为 因为它来自于你的那种巨身的体验 嗯 对 可能是 会 那我就还挺好奇的你 因为你刚才说你提问的这个问题 会不断的发生一些微调 或者是比较大的改变 能不能具体的来跟我们在 比如说不涉及到 比如剧透你的这个作品 哦 是是可以剧透的 嗯 就是因为我们这剧本本来就是开放剧本 嗯 是可以剧透的 就是你提问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呃 选了过去 现在未来三个时态 然后过去我们选择了一个 白蛇传的白蛇 白蛇这个人物 我们选择了一个京剧里面白蛇传的唱段 这个唱段是何博 就是法海又 他生完孩子以后 法海回来 要把他压在雷锋塔之前 他跟孩子告别的时候 他唱了一段 难舍 就是跟孩子难舍难别 以及他整个 跟许先相遇 生产 啊 以及要面临又要分开的这样的一个唱段 嗯 这个唱段里面有主要的词 就是患难中生下了一个小孩 然后要离别了 亲儿的脸 吻儿的腮 等等 就是大概这样的一些唱词 然后 呃 现在时就是选择了产房 这个场景 呃 在产房中有不同的女性遇到生产时的可能性 呃 有的是积极的 有的是嗯 因为家人的一些等等受到了一些阻碍阻拦 有的是因为对自己身体的不了解 受到的一些嗯 困境吧 或者说呃 在这个生产的过程中 自己本身就有疑问 呃 有的甚至是跟医生交流之间的一些困难 呃 大概这么几个场景 然后未来时我们就做了一个未来幻想 嗯 就是 在未来 呃 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女孩子都不想生孩子 或者说觉得 生孩子这件事情是痛苦的 呃 自己的身体有损伤等等 那有这么一个女性科学家 她为了解放女性身体 她呃 发明了孵化器 包括现在我们也可以体外培育 对吧 已经有了这个技术 所以我们算算是个近未来吧 呃 有这个体外培育技术 但是呢 比如说现在大家也都倡导 最好你是自己生 或者你最好是自己怀 这样呢 你的孩子和母体之间 你的营养吸收 啊 方方面面 对吧 有非常多的这种观点传达 那我们就设定呃 呃 胚胎箱里面的这个孩子 他相对来说 比母体繁殖的更脆弱 那他呃 呃 可以基因编码 基因编码呢 他就可以成为 一个完美的孩子 对他需要的各种 比如说他可以是军人 那他就在 比如说体能上比较强 他可以是科研人员 那他就在头脑上面比较强 可以经过胚胎的基因编码 就可以有功能性 但是呢 呃 慢慢的 我们现在的生活 也是这样的 就是环境越来越差 有各种各样的基因 变种 物种变异 那人类跟变异物种之间 就开始有战争了 那在这种战争的环境下 呃 这个 胚胎出来的人类 有一点 就是脆弱 呃 他们被一波又一波的击垮 那大家就开始反思 是不是培育箱 出了问题 那我们还要回到 母体繁殖的这个 时候 那就要重新 现在的女性 重新用子宫来培育 孩子 但是那个时候的人口 已经下降了 那只能是让女性来 集中的 我们也看到很多这种 使女的故事的 那个作品 就很多集中的来去 这样去生产 那这个对于女性来说 究竟是 因为为了人类繁衍嘛 我们必须做这件事情 但是怎么来做这件事情 是吧 甚至说 已经经历过那个培育箱的过程了 在回到这样的生活的时候 在回到原始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有那种 感受上面的不一样 或者是压迫等等 那未来的事 未来时我们在探讨这个问题 那如果不用 女性 培育箱又不行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究竟 繁衍这件事情的定义 要给它定义成什么 包括我们现在有人口经济 人口红利 各种各样的说法 那我们在未来时 可能要探讨的是这个问题 究竟哪一种是尊重 尊重 我刚才说我那种生理性的 生育本能是尊重 还是尊重 就是 女性个体选择 对 是尊重 其实都没有错 我们提问也是想说 都没有错 只不过不要给任何人强加 这样的 我们希望不要给任何人强加 这样的标签 让大家自由选择 你可以选择你自己 的生理本能 你也可以选择你的 自由 你的 因为科技已经发展了 我们希望这是最好的 至于能不能达到这样 对吧 那是另外一把事 然后最后 当然最后其实就是 把这三个连续的穿插贯穿 有了一个我自己的答案和观点 但这个也只是我自己的答案而已 那就是通过 你刚才说把这三个穿插 或者说从过去到现在 再到未来的一种 近未来的幻想 你希望通过这个来 传达出来你的一个什么 稍微有一点点的倾向吗 我倾向更自然化 我倾向尊重自然 因为 比如我 我们为什么选白蛇 就是他很有意思 这个角色是一个从蛇变成人 我原词就是这样 他是一个从蛇变成人 又生了一个孩子的故事 就 他是一个动物 然后变成了一个人类 然后生了一个人类 就是 大自然 有它太多 我们不清楚 不知道的东西 然后 我们也都是来自于自然 遵循自然 或者说尊重自然 我觉得这个是最基础的 从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可能再衍生出其他的东西 这个是我崇尚的 包括 我们最后一句词是 希望这个孩子 有干净的空气 干净的水源 能够在田间自然的奔跑 又是一种回归自然的 非常朴素 其实是很朴素的一个愿望 对 我们最一开始 就是剧本的最一开始 是提问说 那是一个孩子 他需要工作 他需要生活 他需要履行社会的责任 寻找自由 寻找生活的意义 寻找社会的价值等等 是吧 强加上去的 所有的很多很多东西 对 到最后 真的你当了一个母亲的时候 你只希望他健健康康的 活着 然后能够快乐的 在田间自然奔跑 那就是你对他最大的期望 所以 这个其实就是我的观点 然后我也是这种人 就我是那种 在草地上随地躺就能睡的 特别性的那种 对 所以我希望 更尊重自然一点 更随意一点 那你在 就是今天是等于 已经在亚大亚演了两场 这个戏对吧 在演的这两场 感觉怎么样 就 这个就是很搞笑了 就是因为 我们这个团队是带着 刚出生一年的 这个宝宝和 四岁的宝宝 还有一个小孕妇 然后还有老人 这样的一个团队 然后又是上午 从我们从北京过来 中午到阿南亚 下午就直接要演出 然后呢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 也很热 就是很多人都在 那个大树下乘凉 而且乘凉的时候 也有两个宝宝在睡觉 就是在大树下乘凉睡觉 就是不是你们的演员的 那个宝宝是吧 对对对 就是而且应该也不是 来看戏的观众 就是大家走到湿地那儿 觉得太热了 然后需要找一个 对乘凉的地方 我去看的时候 说这应该就是 不是观众的状态 我就问了一下 然后大家就说 要演出吗 那我们是不是要挪 那我第一个肯定就是 不希望大家动 所以我们就 就地 席地儿做 然后我也说了 我们这个本来就是一个 探讨的开放剧本 那我觉得是观众 不是观众 大家都在这乘凉 是吧 大家就不要动了 我们呢 就把这个呈现出来 然后我们之后 有一个讨论 那没想到 第一场效果非常好 就是 包括因为我们都 没有来得及换演出服 就是坐在了大树根 树根底下 包括我们剧本里面的问题 也是有像树体问的 探讨植物的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 然后大家的人 就要挺多的 因为大家有来 专门来看戏的 有在那乘凉 就被我们抓住了 然后确实有的 生了宝宝嘛 然后有的也是 就是明显是情侣过来的 然后也有那个 刚毕业的小姑娘 对 研究生刚毕业的小姑娘 然后就 大家就有一些问题 我们在整个的 演完了以后 又做了一个小对谈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体验感蛮好的 因为有不同的声音 就是明显我们在说 生产的时候 生过孩子的 大家就很有反应 然后我们在提问说 你对 就比如说在生产的 这个过程中的 一些困惑的时候 很多情侣的那种状态 你就能看到他们的表情 就是有很明显的那种反应 他们是什么反应 是因为我们有一些 科普的内容在里面 比如说开脂是什么 开到什么程度 要怎么生 无痛是什么 等等这些 就是偏科普的 然后大家就会有那种 是这样啊 然后包括 什么情况下打不通 会给一些情绪的反应 观众也会有反应 这个是我觉得 戏剧比较珍贵的地方 特别是这种 开放性的环境 所以是你们在 这个表演的过程中 有一个非常真实的 还原这个产房的 不算非常真实 是抽象的 因为我们昨天也是 就是因为开放剧本 就偏剧本朗读的形式 但是有表情 有这个情绪 所以大家还是有 很明显的共情的 然后之后呢 之前我也有朋友会说 你这个能看懂蚂蚁 剧情一直在 就没有具体的剧情 然后过去不同的时态 又在穿插 然后对谈的时候 发现大家还是看懂了 而且非常清楚的 在过去现在未来 都能提问问题 然后跟我讨论 说你觉得为什么 比如你 我觉得选择摆摄 这个还蛮好的 你怎么想到选他呀 等等等等 一些问题 然后包括觉得是 我们也觉得有这样的困惑 我们也觉得 每个人的困惑是不一样的 个体经验 每个人的个体经验 都是不同的 所以我觉得观众反馈 很好 然后最惊喜的反馈是 因为我们 由于那种情况 形式变得很简单 然后有两个 就是研究生毕业的女生 说我们来看好几天戏 都是那种很专业的剧团 然后大家都舞台不景 包括什么的都很 很全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都觉得 我们也想做这个 但是我们好像 距离很遥远 没有办法 一下有一个团队 这个都是要慢慢来的 说看到你们 因为我们还带着孩子 看到你们 我们觉得 我们也可以 然后说 我就想问一些问题 说在创作过程中 怎么能兼顾啊等等 我说就做呀 就是你要想做 无论什么情况 无论在什么年纪 无论有没有孩子 无论怀没怀孕 是吧 你就做就好了 这个是我们崇尚的理 我们希望就是 无论何时 你有什么想法 你就去做 然后至于说反馈 至于说结果 都不重要 所以你当时 在写这个剧本 包括后来创牌的过程中 也从来没有想过 他的 比如他面向的受众是谁 然后他会获得 什么样的反馈 或者获得什么样的评价 都不在你的考虑范围之内吗 不在 我好像从 我自己有明确的价值意识 开始 就不太关注 这个类别 有价值意识是说 在青少年时期 就已经是这样了 对 就是 我觉得自我感受很重要 当然 尊重别人很重要 但是别人对你的评价 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 在我很摇摆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说 我天生是属于那种 母性很强的人吗 很愿意帮助别人啊 等等 那你付出的时候 你会希望有回报 对 那个时候 就还 我还在上大学 我有一次 就是哭得很凶 我妈跟我说 说 你付出你是快乐的吗 我说 想一想 嗯 好像是 说 那你就不要想回报 你也不需要别人 给你回报 你也没有权利 要求 别人给你回报 别人没有要求你付出 是你自己愿意的 且你快乐 如果你觉得你不快乐 那你就不要去付出 嗯 不要去在乎别人的评价 不要去在乎别人的回馈 你只问你自己的心 你愿意吗 当时我就 幼小的心灵被震撼住了 嗯 我妈说的对 嗯 就 我觉得那你妈妈也是一个很 有智慧的人的感觉 就是 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 可能在很摇摆的时候 会得到类似于像你妈妈这样 非常 就让人有醍醐灌顶般的 这个感觉的一 一番这个劝说也好 或者说 嗯 我觉得我可能我对母性的崇拜 也源于我妈吧 嗯 就她是一个强大的女人 虽然母女之间必然会有纠葛 嗯 但是我必须说 在我内心 她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 嗯 那这次你 你在这个 就是你刚才说来 来这个戏剧节的这个团队里面 你妈妈也一起来 我妈也在 她有看到你的作品之后 表达什么她的看法吗 嗯 这个是我一个 对我妈不太满意的地方 我从就从 我青少年时期 她就不太参与我的这个 艺术创作这类的事情了 嗯 她更是更偏喜欢在我生活上面 去做一些支持 我的事业 我的这个什么 她可能不太 那么关 关注吧 或者她关注 她 她不会参与度那么强 嗯 她不会特别明确地表达自己的 对 一些观点 对 对 她会给你一个 强有力的支持 嗯 就跟你说去吧 你想干嘛 你就去干 放养 对 我来给你做最后的 你你干不了了 你我给你来做最后的支撑 对 我觉得具体到个体 就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一定是希望她能够更 就是怎么样 快乐 对更快乐 然后更自由一点的去生活 不要被更宏大的议题 包括比如说你刚才在讲到很多那种大的社会议题 比如说如果人类面临着繁衍的危机的时候 那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群体的女性是不是要扮演起担任这个某种肩负使命一样的感觉 那个话题好就是我刚才听的时候就有一种就跟可能跟我看使女的故事的时候有类似的感受吧 你不可避免的会去想说就是从你站在不同的维度确实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你你站在人类的角度也许你会觉得也许总是有人要付出的 但是如果当你看到那些特别真实的个体的女性在遭受那样的对待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完全不要我绝对不会成为这样的我也不支持这样的事情 它就像是一个悖论一样才不停的就是拧巴然后再撕扯你的那个思维 我想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关于生育这件事情 因为我是陪我其中一个闺蜜经历过一个生产的整个过程 那个时候包括她那个时候还没有无痛就是无痛还没有那么普及 她是真的就是靠自己应生的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女 但我经历了这个整个过程等到轮到我自己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相对客观就不会太受就你查一些资料的影响 或者说我更希望得到的资料是那种更偏科学普及的 就是我需要做什么准备我从心理上生理上需要做什么准备 来迎接我要面临的这些事情我更希望它是这样的理性客观的 我不希望有太多的情绪的就我说的每个人的个体体验感是不同 每个人的痛感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你没有办法用别人的来参考你自己的 所以我希望是那种医学类科普的然后我通过这种科普来根据我自己的情况来做判断 这我觉得是最好的但是你在社交媒体上面更多的看到的会是加上情绪代码的一些东西 那很而且那个时候你又你怀孕的时候受激素影响 你是很难不会就是不被带跑的你会跟着那些情绪走 对情绪波动会跌宕起伏的 对你会想说哦我的孩子有这样的危险会怎么办 哦我那个胃奶会怎么办 我这个生的时候生不出来会怎么办 我如果太痛了就各种灾难化想象全都袭来了 对对那个对嗯我觉得是不公平的 然后你还要想说家里人对待我的态度是什么样 哇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想那么多的东西啊 那必然会带来焦虑必然会带来情绪化的负面等等 我觉得这些都是对女性不友好的部分 包括我们前两天忘了是看了一个什么话题了 然后我跟我爱人讨论 我说我很喜欢我上学的时候的那一群女性主义者 大家在讨论说no bra的问题 讨论我可以在地铁上面喂奶 没有问题这是我母性的天性 你如果觉得就是我可以选择这样做 而我这样做是应该被尊重的 嗯我不就像人这个人有三级是一样 我的孩子要吃奶我从生命上面 如果我不喂可能就要发烧要发炎 对吧这是一些很急迫的东西 那我此时此刻因为工作 我可能就在地铁上面 或者我就跟孩子在公园里面 在公共场合 对那我也确定说 因为社会的这个不可能公共服务上面 我不可能一步给你建一个母婴室 对吧这也是一样的 那我是否有这个权利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然我们也会做遮盖 这个是每个人也都会做的嘛 那这个时候你不可能有人说 他怎么在那喂奶等等 对吧当然社会在进步 我们在大城市已经可以这样 像我我就是在公园里面 就可以为奶 在路边找个长椅 稍微背一点人 可能我觉得就就可以了 我觉得大家 嗯讨论 在这个方面去讨论 让一个女性在各个方面 你去选择你想做的事情 你能够舒服 我觉得这个是 这种方法是好的 而不是说 嗯 比如全世界需要为我服务 我觉得那个可能也是不对的 就像我说 当全世界为你服务的时候 可能全世界对你也有要求 嗯 对就所谓的权利和义务之间的 这个对抗关系 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在这个平衡点上 就像我说的 为什么我倡导的是 尊重自然 在我看来那样的方式 就是尊重自然的方式 而另外一种可能我们要讨论 我们不是说它不对 而是说讨论 怎样一个平衡的方式 会更好 因为我觉得可能 尤其是在最近的这些时间段里面 大家一提到 比如说 女性在社会当中的角色 或者说女性的一些处境 或者是与之相关的 很多话题的时候 大家都会 嗯 怎么说整体情绪 还是挺激动的 嗯 然后刚才你 无论是在描述你的作品 还是在聊很多 你生活中的切身体验的时候 感觉情绪非常的平稳 我很好奇 就是你的这个 平稳的情绪是如何达成的 嗯 我研究生命业的时候 有很强的抑郁 就是我 我差点自杀 而且我特别搞笑 就是 我觉得大家对于抑郁症的判断 也是觉得 它一定是神经质 它一定是 突然低落的 它一定是什么 其实现在大家也有一些科普了 就是阳光抑郁啊等等 我也都不属于 但是我当时意识到 我从来觉得我不是一个会有抑郁症的人 但是我意识到了 是因为当时我们家住在16楼 然后有一个大落地窗 我就睡在那个落地窗旁边 每天都有月亮 然后我就喜欢 很喜欢看那个月亮 突然有一天我工作结束以后 我就看着那个月亮 看着那个窗外 就非常想跳下去 我就觉得 哇 一月而下 太美了 解脱了是吗 就是当时你就觉得美 就觉得很美 然后 我就把那个窗户就已经打开了 沙窗 是一个夏天 沙窗户已经拉开了 我听见了我妈一声咳嗽声 我一下就醒了 就是可能没有那声咳嗽声 我就下去了 就是已经严重到那种程度了 但我完全不自知 我就是被那声咳嗽声救了 我突然意识到 哇 我一定是有什么情绪问题 然后当时我还是一个穷学生 你也没有办法有心理咨询等等 就看了很多大量的心理学的书啊等等 包括宗教的 后来我就找到一个方法 就是出去玩 就什么都不想 就是出去玩 疯狂的出去玩 然后首先就是放松 就是让自己把那些价值都扔掉 放松 然后大概过了那么两年吧 大概得到一个平稳 然后平稳过后 你再回看 你就开始寻找 我是一个自性感很强的人 就是那种 每过两天就要自我反省 然后自我否定 我又不行了 我什么都干不了了 我觉得在 就是我周围的女性朋友当中 这种情况还挺普遍的 大家就时刻好像有一个 那种自我监视的一个感觉 在就是我今天这样想 是不是不太对 明天就是我那句话 还是不是没有说的太好 女人放过自己了 真的对自己自我监视太重了 对 所以就 就是开始反思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然后找到了根源以后 开始不断的解扣 所以根源是什么呢 根源很复杂 非常非常复杂 就是 个人的经历问题啊 原生家庭问题啊 包括成长困境问题啊 包括当时 对于未来的思考 我是一个 上学之间很乖的人 但是心 内心又是一个特别叛逆的 我 我妈说我小时候没有叛逆期 长大了 就是工作以后才开始叛逆 其实不是 是 一直有 但是被 被压着 对 就是一直没有表现出来 然后我又正好有机会 创业和创作 开始变得自 真正的自由 就是创业让你开始 有很强的自我掌控感 然后 创作也让你有很强的 自我掌控感 然后你开始 真的开始跟自己 有一个了解和和解 就是你开始不断的了解自己 然后呢 创业又是一个高压的状态 就是 跟人有仇恨 才要确认创业和生孩子 我既创了业也生了孩子 对 那我觉得都没什么问题 而且我 生完孩子以后 我要感谢我创业那段时间的高压 让我觉得生孩子 跟那个比起来不算什么 是吧 也没什么 再忙也不会忙到那段 那个样子 所以 我就觉得都行 都还可以 但是 最感谢的还是 你经历了那段忙碌 忙碌其实就是寻找自我 你就是想找 就是 寻找自我价值嘛 社会价值 自我价值 你希望 你自己被大家看到 也希望被自己看到 被自己认可 被家庭认可 等等 但是 实现了一些东西以后 你突然就觉得 我们最近 郁妈群里在讨论一个问题 说要不要鸡娃 说鸡娃鸡出来干嘛 当一个普通人吗 那干嘛不直接当一个快快乐乐的普通人 对吧 就是基于 就是作为家长自己的人生经历 你就把人自己 记自己 被记 然后 然后 然后经历了一切大风大浪之后 说我希望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对 那干嘛不直接当一个普通人 就等等吧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觉得 自洽是一个人一辈子的可题 即便我现在自洽了 也有可能在我儿子上学的时候 你又 嗯 有了新的议题的呢 所以我觉得 这不是 这不是一个 具体的重点 没有人会说 我就真的完成自家 嗯 我涅槃成佛了 对吧 连佛祖都做不到 对 这就像你刚才在说 你那个 戏剧作品的时候 就是 我可能阶段性的得出了一些提问的答案 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对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 当然这个事有两种理解 一种就是说 问题不断的产生 我们才有更多的可能性 去探索背后的东西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它很难免会给很多人带来说 我刚刚解决了一个问题 一个新的问题又产生了 就是我觉得这个 这辈子就没有什么时候能解脱了 所以我觉得心态最重要 如果说真的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是得到了一个方法论 就是我 因为我自己得过抑郁症 所以我怀孕的时候 特别的强调抗抑郁这件事情 害怕嘛 那怎么抗抑郁 其实就是转换心态 转换看待问题的角度 我举个例子 我跟我爱人讨论的最多的就是 怀了孕 生了孩子以后 男女的这种视角问题 就是女性 因为你的生理在不断的变化 你会强烈的感受 你的身份在变化 但是男性 他只能靠理智 来做这个改变 但是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 靠理智来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和行为 太难了 是的 因为已经过去了 过去的二三十年 一直都是在 以一种身份 在生活 对 包括我最近我身边有那个 就是刚毕业的 就是师弟啊 什么的 问说 你们能跟我说说 结婚之后 对男性的好处是什么吗 你反思一下 你也找不到 对吧 就是他们之前可以那种 就是其实跟对女性的要求是一样的 就是 总是有一些 好像有多少准则 然后你要达成这些标准就可以 对 没有人告诉他的方法论 我要如何成长为一个父亲 但是你又对我有条条框框的要求 就像我们育儿的时候 好多说 你没有告诉孩子 我要怎么做 但你却告诉我不能什么 必须什么 这样的方法是不对的 这样对一个父亲来说 也是不对的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高压下 是不会有一个愉快健康的家庭氛围的 我们都说什么什么什么 是女性需要有智慧的 不是 是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对对 因为它是一个三方甚至多方 共同来合作完成的一个事情 对 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需要大家帮助一个男人成长成一个父亲 一个母亲成长成一个 一个女人成长成一个母亲 一个孩子成为一个孩子 同时我们要尊重那个母亲也是孩子 那个父亲也是孩子 对 其实最早吸引我的也是除了这个 你们的这个作品的标题之外 就是下面第一句的这个描述 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 比如讨论女性身体 女性生育话题的都是 比如献给女孩们 献给这个 这个已经成为母亲 或不想成为母亲之类的这些人 然后你在这个里面就是特意提到了 就是另外一个性别群体 我就会觉得那可能他想讨论的是 就像你刚才说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视角 或者说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 纳入到我们的这个讨论范畴里面去 而不仅仅是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在疯狂讨论 疯狂激情 抒发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这是群体的事情 不是单纯个体的事情 然后你在你的那个作品简介里面 还提到了就是机器这个词 我觉得这个词也很戳中我 我不知道你最开始把这个机器 写在这个简介里面 是对它是怎么理解的 我觉得我当时不自洽的很多原因 来源于一种庞大的机器 机器性 就是在我最忙的时候 我每次回到北京都有一种 因为我很爱出去玩嘛 然后出去玩再回来的时候 就有一种你一下飞机 巨大的不适应感受 一下飞机就有人在后面推了你一把 然后你就蹭就进入了一个齿轮 然后就开始不停地奔跑旋转的那种感觉 你每天都在忙 然后你在追寻某种价值意义 你在这个社会的巨大的齿轮里面滚动 你在跟他博弈 可是你又 你感觉在跟他博弈 但其实你是在 你只能被动地在接受 我们演萧红里面 萧红有一句词叫 无需刻意去表述什么 我们就身在其中 对 确实是这种感觉 对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这个巨大的齿轮里面 身在其中 我当时就是有一种这种强烈的感觉 包括当时就有这种生育 红口 人口 红口问题 那 其实就是人少了 机器转不动了 就还有很强的这种机器感 而且我们当时又在讨论元宇宙 等等 对吧 那人 脱了 还是就是我们这个探讨的终极问题 当人脱离了动物性以后 我们认为我们不是动物 当然我还是必须说 人类高级说 我是否认的 我不认可人类高级说 所以 机器性 其实是我的提问 就是当你 否定了自己的动物性 你走向了更高级 你要去元宇宙了 那 你是否知道 那个时候的你 又是谁 对吧 你脱离了肉体以后 那个时候的你 你清楚 清楚嘛 或者你准备好了 接受那样的存在嘛 就是说 我们接受 我们准备好了 接受孵化器嘛 孵化器孕育出来的 或者说编码等等 你想好了嘛 没有想好的时候 我们需要想些什么 可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课题了 那这个课题 我们究竟 要不要想 从哪个方面想 但我觉得人类是有反思意识的 就像女性进化了以后 开始有一个非常强的反思意识 是一样的 对吧 我们开始慢慢的 大家喜欢露营 喜欢去 开始疯狂跟自然接触了 对 虽然方法不一定对吧 但是明显是因为有反思 所以开始做这些事情 包括加强 健身 体育 是吧 徒步 野外 等等 我觉得这些都是 人 生理本性的 就像一种自救一样 我觉得 对 我觉得这也是 对抗机器性的 天然对抗机器性的 一种生理反应 群体反应 我觉得那这个确实 就像那个不同的人的理解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我在刚看到这段 描述的时候 再加上 因为它本身是关于 比如说生育这个主题 对 很容易到那个 使女的那个 对 使女的故事 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可能是我 这个阶段的 我的一个困惑 或者说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你刚才说 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 像在被裹挟进了 一个庞大的机器里面 然后我们人也在被 不断地异化成为 一个机器 那在这个时候 可能基于我自己的 一个思考 就是我 我是不是还要再去 生育一个孩子 让他继续成为 一个机器 就是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就是你这个想法 然后我现在 生完这个孩子 我就变成了 我现在的这个想法 所以那那个 之前的那个想法 你是怎么去 去理解它 或者是去解释 对 就是那个想法 我觉得 那个是个伪命题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刚才说的 这个问题存在 所以那个变成了 伪命题 你能理解吗 不是特别明白 就是比如说 我们说机器型 就是你刚才说的 这个机器型 就我被裹挟在了 这个巨大的齿轮里 然后我的孩子 可能也被裹在 这个巨大的齿轮里 还是那句话 视角问题 就是这个巨大的齿轮 它的存在 是一个客观事实 而我如何选择 是我的 你是有选择的 你思考的方式 变成了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喝一杯白水 因为我们的社会 已经发展到 不会在野外 受那样的苦恼了 活不下去的苦恼了 至少我们现在 活在城市的人 是不会的 所以你是有 非常强的选择权的 你可以选择 你不过这样的日子 不受舆论影响 你是有这个权利的 无论如何 你都不会活得 刺到那种程度了 对吧 在这种基础上 你是有选择权的 那么这个时候 我所说的机器型 就是另外一个维度了 因为它客观存在 它在不断地滚 不断地发展 这时候为什么我说 当群体选择对抗的时候 群体已经在做反应了 对吧 有很多人已经开始 觉醒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那么群体就在做反应了 那这个反应 它可能是下意识的 就是说生理性下意识的 但是它 它都是一种对抗前进 对抗前进的过程 所以我说 那个变成了伪命题 你都明白了 我有点明白 然后我觉得那整体上来说是 可能你对于人类这个群体 是有信心的是吗 可能是 或者说可能是因为生了孩子 我变成了 你更相信人这种动物了 我变成这个视角 我也不是相信人这个动物吧 因为我觉得 我就是这样一个生物 我肯定是要接受自我的 而且人在这个自然之中存在 我也接受这个 自然也接受这个客观事实 那包括我的孩子 他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或者他 在教育他的过程中 这个是个课题 我希望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是我自己的观点 我希望他无忧无虑 我希望他更多选择 我希望他可以安于自我 就是他愿意成为一个 我要对社会有价值 也可以 可以 但是我就想当一个流浪汉 我觉得OK 你的母亲最大的梦想 就是流浪 希望他能实现 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他如果能够接受他自己 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棒的 那这也是我整个提问中 孕育他的过程中 得到的回答 那你就是接下来 这个戏除了比如说 会在这种戏剧节上 进行一些小小的展演之外 有什么其他的演出计划吗 你说你希望会让更多的人 来看到这个戏吗 看心情 或者参与到你的这个讨论里面去 对我更希望参与讨论 我觉得我跟我上一个阶段 想创业 想想做装置 想做艺术的那个 唯一的不同就是 我从我生孩子之前 就开始对公共话题感兴趣 包括对公共艺术感兴趣 就是突然一个节点 之前做作品都是自我展现 我想表达什么 我想表达什么样的理念 我想什么什么 现在更多的是希望 跟大家一起探讨什么 或者我认为 我们需要很多公共空间 建筑的 设施的 服务的 文化的 等等 我们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 有了孩子更是了 因为你希望他的环境 对他会更友好 或者说开放 对所以我就希望有很多的 参与公共环境 参与公共空间 参与公共话题讨论 而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表达 就是个人表达重要 但是对于此时此刻的我来说 我更希望有其他的可能性 所以如果是这个作品 或者是未来的作品 我都希望它是公共性的 开放性的 然后探讨性的 所以我们就再问 不断提问 得到答案 再提问 这样的方式 然后我那段时间 刚刚构思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们经常做一声 什么每日疑问 突如其来的采访 什么的 最后定下了 再问这个名字 是怎么 就这个名字最后 是怎么被确定下来的 嗯 就是之前选了很多 然后觉得这个最简单 然后也最表达 我想要的 就是再提问 嗯 这个意思 那你们的这个团队 是固定的成员 不固定的 嗯 一直都是不固定的 就是 核心是我 跟我另外一个女性朋友 嗯 她比我大概 大概十几岁吧 但我们是 就是心灵上面 非常契合的 这样的一个朋友 然后 嗯 在同一个时段 出现了困惑 然后她当时 已经身为人母了 但我当时 也还是一个 就是单身的状态 然后我们突然就觉得 哎 有很多的困惑和问题 那想去探知 嗯 不管是生活的 还是工作的 还是家庭的 还是对于社会 未来更大 宏大的 有人会觉得 啊这么宏大的问题 思考 是不是有一点 太自不量力了 但是我觉得 宏大的问题 一定是很个人的 每一个个体 都是群体 就每个人都可以 参与到宏大一体的 讨论之中去 对 嗯 只有 微小的问题 才会 面对宏大 嗯 宏大一定不是 空洞的 它一定要是 落在每一个实体上的 所以我们觉得 任何一个普通人 都可以讨论宏大 都可以从小议题 上面去说 嗯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 我也可以 我是一个 在学校的小朋友 懵懂无知的 我也可以 所以我们觉得 OK 那这就是一个 可以 因为我们对它 没有要求 我们对这个团队 就像 我很喜欢 那两个小姑娘的反馈 嗯 就是我觉得 嗯 我们的这个团队也好 作品也好 给了它这样的 支持 让它觉得 我可以从小事做起 我觉得这个就 很 对 非常好 不是说 我一定是一个 给你一个震慑心灵的 嗯 东西让你觉得 哦 你好牛啊 我不行 我不行 嗯 我觉得整个后脚三百 就是整体 我体验下来的 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 就是有点类似于这种 就是你发现 其实无论是艺术创作 还是自我表达 还是比如公共话题的讨论 它其实距离 嗯 每一个个体都很近 没有那么远 不是那种 让你遥不可及啊 只有坐在 某一个高深的论坛上面 才可以去讲的 它就在沙滩边 可能就是随便搭了一间房子 大家坐下来 我们就是可以讨论 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浪漫的 嗯 就是 嗯 或者说现代人的浪漫 就应该是这样的 就应该是 我可以坐在路边 拧开一瓶矿泉水 跟你聊一点宏大话题 然后人生的 宇宙的 嗯 科幻的 未来的 过去的 我觉得太幸福 如果呢 这样真的太幸福了 所以后鸟三百 好浪漫 浪漫啊 就是在沙滩 嗯 在海边 嗯 帐篷 对 而且还搭的是一个沙城 对 就是它本身也是那种 让你觉得 原始 在讨论某种 嗯 片刻永恒 嗯 然后人类自然的 那个感觉 对 就很奇妙 对 嗯 对 我也觉得这是 戏剧节的浪漫 嗯 任何 或者说 所有的艺术节 应有的浪漫 嗯 那之后会不会还还继续就是在做这方面的话题的探索 还是说也有其他的公共议题 嗯 可能也会有其他的公共议题 嗯 比如说呢 有没有什么明确一点 嗯 我其实三年前参加过一个呃 策展 嗯 就是在做嗯 城市意见 就是艺术的意 嗯 然后建议的 对 间接的建 然后呃 当时我们讨论的是老人友好 儿童友好的问题 嗯 就是一个城市的文明 是要关注到 在这个城市生活中的老人和孩子的 他们能够如何更舒服的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 包括街 就是落地到很现实的问题 街道 啊 如何设计 呃 比如甚至公共洗手间的问题 呃 甚至是 我之前看过一个呃 设计师 他 好像就是前一段时间的一个推文吧 他爱人生了病 然后就是被迫要做轮椅 那他设计很多的时候 很多东西的时候 以前也是从美观 从设计感 理论什么 然后他后来说 我年轻时的也会这样 但是现在我上有老下有小 视角完全不一样了 对的 对的 就是你除了单纯的 我们说 无用之美 但不 有的时候是需要有用的 嗯 嗯 你是需要让 考虑到一些不同的群体 嗯 扶手的位置 嗯 嗯 等等 遮阳的位置 遮雨的位置 等等 那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落实在 这些更根本的问题上面 包括 呃 是关于生育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大家需要落地到更根本的 不是关注有多少产妇 有抑郁 而是抑郁要怎么解决 嗯 以及他们到底为什么 抑郁 抑郁的点到底是什么 对 要从什么时候开始干预 嗯 怎么干预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群体的 个体的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干预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 但我们也组成了一个群体 我们要用两种不同的视角 来看 嗯 我们现在 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嗯 这个是我觉得 未来需要功课的课题 如果说 作为事业的话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值得作为事业的 那 其他的 课题就是放过自己 嗯 好 那我们 我觉得今天跟莫聊特别开心 然后我们从他的作品 一直聊到了很多 最后聊到了放过自己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一种 被放松了一下的感觉 也希望以后能看到莫 带来更多的 无论是艺术创作 还是其他的这种 共同的来探讨一些 公共话题的形式 谢谢 好 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这段时间的直播 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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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同步更新在Spotify、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QQ音乐等平台 现在我们又属于听友们的飞行基地了 欢迎你在节目说明里查看入群方式 与更多听友们一起快乐飞行 同时我们也欢迎有意向的品牌赞助支持这档节目 一起让世界变得更有趣一点 合作联系可发送邮件至helloatmarcusdemedia.com 感谢观看